方先生有辆2021年买的奥底车已经用了四年 因为开的多 外观称得上是酒精沙场 他说 去年看到TT车主平台的宣传 一向无忧车主福利 让他有些心动 方先生充值的是TT车主平台的无忧币 他购买了一款年度预存套餐 包含保险 维修 保养等多项服务 在平台上输入车辆品牌型号 车铃 里程数等信息 会自动给出一个套餐价 方先生买套餐花了6874元 相当于拿到了这个数额的无忧币 权益额度封顶是无忧币数额的两倍 也就是13748 方先生介绍他已经通过加油 把充值的无忧币消耗完了 并从平台拿到了相应的返线 剩余的权益额度再次消费时还有补贴 最近他打算给车辆做保养加维修 包括保养换轮胎等等 按奥迪官方保养手册估价一万多 平台给的补贴金额让他有些意外 根据TT车主的规则使用套餐内的服务 要按平台审核过的报价单来扣除相应的无忧币 当开支总额超出无忧币总量时 在封顶额度内超出部分将视情况按比例补贴 方先生介绍 比如无忧币消耗完以后 在封顶额度内又要消费3000元 平台会按30%的比例补贴900元 剩余的2100元由车主自费支出 补贴金额会从剩余额度里扣除 到额度花完为止 不过他的情况不一样 方先生解释 他是跟平台签约的第一批车主 所以条款内容和现在的有区别 当时跟他对接的运营人员表示 可用的最高补贴额度在6874左右 但实际可以使用多少 还要等公司方面判定车况 方先生觉得 他的补贴额度应该还剩6000多 这次平台支坑给2000 他觉得不合理 此外 自己在6月份补交过一份2200元的金额 这部分资金享受什么权益 他也想听听对方的明确答复 方先生带记者找到杭州相议大厦 TT车主的办公地点 中替车主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主管 高先生接待了他 我们现在 今天负责客服和负责这一块的不在 我是负责整个我们技术平台的 所以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我可以反馈给我们的老板 其实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轮胎 轮胎要换的 轮胎 还有一些项目里面把它剪掉 都把它剪掉 这个我 我现在我看不了 我不太懂这些东西 那你的数据是什么 第一个把轮胎换了 第二个把轮胎换了 加费用至少再给我加到5000块钱以上 车主的这个诉求还合理吗 诉求是合理的 但是要根据实际来看 首先轮胎我们肯定要去 去那个帮您看一下 这个是否达到了更换的标准 然后以这个诉求的话 我们是 我建议是去 去店里去检测一下 是否真的有这种问题 高主管提到 虽然方先生可以享受百分百比例的补贴 但实际金额仍要以保养单据为准 所需更换的零件 也要根据他们的标准来判定 双方约定找一个日子 一起去检查一下车况 关于方先生对套餐规则的理解 记者还想多了解一下平台的看法 留下了联系方式 发稿前没有进一步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